好,那後上座的部分呢 剛剛有提到過的是要沿用原廠 所以後上座在這裡 這個是原廠的零件 後上座的下方 這個調整機構呢 這裡就是在調整軟硬的 就是阻尼調整 它跟前面一樣 都有30段的阻尼可以做調整 那可以看到五代六代的Golf 還有這一代的Jeta呢 它的便利特別的斜度 特別的斜 這個是這個世代的特別的結構 那它的防身套 這個防身套也是做一個專用的規格 所以它的密合度相當的好 那防身套裡面呢 會有一個緩衝的橡皮 它原廠橡皮的長度比較長 比較大顆 改裝的話呢 我們會附一個小緩衝饅頭 這裡會先大概預調 大概到15段左右 因為這個輪胎規格 還是原廠的規格 那在胎壓正常的前提之下 我們就會把它的阻尼 調到大概15段左右 後方的調整機構 然後再做上方 那下方的話呢 這個是彈簧 彈簧的話 這一台車呢 我們配置的 因為這台車的車主 需要的是比較舒適的設定 所以我們配置的是 6公斤的彈簧 這是6公斤 那後面的安裝特別的技巧呢 就是這個彈簧呢 千萬不能預載過多 這個彈簧的話 它的長度呢 預載3mm 不是3公分的 是3mm 預載一點點而已 所以這個是後方特別的機構 然後是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那它的 跟剛剛提到過的 這個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並不是拖曳壁的 而且這個世代的話 萬一車高降下來之後 它的輪胎是會傾斜幅度比較大 可是不用擔心 這個世代不論是Castar 不是 是Canva 是Canva 還有Toying的話 都能做 用偏心螺絲來做微幅的調整 所以車高有略降 像這台車原先的車高大概30幅 再多一點點 那車主的話 預計降低大概剩下兩指半 它車高有略降 但是Canva的話 也會變得比較爬一點點 可是並不會吃胎 因為它的Canva呢 是能夠做調整的 那我們來 繞過去那邊 來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這台車大概有10萬公里 所以有一些零件 譬如說 前面的離載串呢 剛剛在拆裝的時候 也發現到已經有破損的狀況 所以會趁著這一次底盤 改裝KT的避震器呢 一起幫車主來做升級 好 像這台車 它剛好10萬公里 所以離載串的話呢 這個已經破損了 可是還沒有發生有異應的狀況 所以等一下呢 也會把離載串 一併把它換成先品 那前方的 它算是一個獨立式的麥花城 所以它的腳管是在仰角裡面的 那拆裝的時候 傳統軸的這一顆螺絲 還有這個算是方向器的 墮桿合上頭 這要拆開之後才比較好拆裝 那前面的話 我們為了比較舒適 正常來說1.4的 可以配置7公斤 也能配置8公斤的彈簧都可以 那車主它要求的比較舒適 所以我們前面配置了7公斤的彈簧 前面跟後面的車高 也都大概兩時半左右 兩時半 那車高的調整呢 是靠腳管上方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往逆時針的方向把它旋鬆 旋鬆之後 它的 如果要高一點的話 就往逆時針的方向旋轉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那側高就會變高 那相反的 如果 它的整體長度變短 側高就會變低 所以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去改變側高的 所以 當你調高跟調低的整體的乘坐感覺呢 是都差不了多少的 那另外的 用料的部分的話 KT的裡面的填裝的主女友 所使用的是 義大利一整桶進口的IP的主女友 它的 抗衰退度啦 穩定性 消耗性都相當的不錯 所以在 使用的週期上的話呢 就會比較久一點點 那KT的話 本身就已經是製造的工廠 所以當你主女友 有可能使用了大概三五年之後有裂化 那也可以針對裡面的主女友還有油風 來做一下的那個 更新的動作 維修之後就跟新品是一樣了 那裡面的油風 我們所使用的油風呢 是日本NOK的油風 那這個日本NOK的油風 在日本是造避震器的大廠 像是TEN的話 它也是使用NOK的油風 那這台車還有 剛剛提到過了 不用踩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我們就有附上座了 那上座的話 它有一個指推軸承 軸承的話 使用的也是日本KOYO的品牌 所以也都相當的耐用 但是這個角度的話 繞過來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 上方部分 上方的話呢 在避震器的上座在這裡 這一台車呢 如果要調整阻尼的時候 這裡有一些飾條 飾條稍微拉開之後 稍微往上先 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在這個地方 那這裡有一個 一樣會有一個LOGO 往順時針的方向就是 變硬 往逆時針呢 就是變軟 剛剛提到過了 有附上座 就是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所附的 裡面有一個指推軸承 就是日本KOYO的品牌 那 像這台車還有 Goff 5代 6代呢 它上面其實都是 像這樣的網狀通風孔 那很有可能水汽呢 會從這裡跑進去 或者是下雨 或者是說 這台車常常停在室外的話 那會建議 在安裝完畢之後呢 這個地方呢 來多做一點防鏽的動作 像師傅剛剛就很細心 他在這個上面呢 就有抹了 浮世的鋁 1100 這個就是很好的防鏽的油脂 所以就比較不會 不會容易有生鏽的狀況 那今天這一顆動力引擎呢 這個是1.4升的渦輪 這個是6代的Jeta 安裝完畢之後 這個飾條呢 等一下師傅呢 還會再把它復原 把它裝回去原來的位置 就不會有 就不會有 比較能夠不會有陰陰的狀況 像這個膠條都需要把它裝好 好 那另外要提到過的呢 就是 像我們改裝避充電器的胎壓部分 也特別特別的提醒大家 特別的重要 如果是原廠避充電器的話呢 也許有可能原廠是建議 冷胎壓是3.3 那你打到3.9.40 也還可以 只是乘坐起來的感覺呢 會稍微比較硬朗一點點 但是如果改裝避充電器之後呢 就建議大家要特別注意 會參照原廠的胎壓值來施打 譬如說這台車 它的冷胎壓值呢 才大概30左右 那我們就可以比原廠略高一點點 但是不能打到太高 譬如說3.9.40 那就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的胎壓 像歐溪車的話呢 比較大部分是放在 後面的加油蓋的內側 會有一些數據 這些數據的話 就是原廠胎壓的建議值 那我們就 比照原廠的胎壓建議值 你可以繞過來這裡 好 像這裡的話呢 就原廠就有胎壓的建議值 冷胎壓大概才33 如果是滿載的時候才大概30到33左右而已 所以我們對胎壓的建議值呢 就照原廠的數值下去施打就可以了 那以上是今天的 浮世傑塔 6代1.4 TSI 的安裝分享 如果車友們有興趣要試乘的話 我們公司裡面也有VH相關的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大家來做試乘 覺得試乘之後有滿意之後 再來考慮安裝就好了 很歡迎大家來做試乘 這台車的車主呢 也是來我們公司試乘之後 覺得產品有達到要求 才決定來安裝的 所以很歡迎大家來試乘 那如果有相關問題的話 很歡迎大家到我們FB的粉絲團上面 來詢問我們 私訊我們小編 謝謝大家 拜拜